从1998年开始 山西定乡县出现了一个出租车的恶魔 这个奸杀恶魔极为凶残 让定乡甚至整个新州市一度陷入了恐慌之中 他的出租车里藏有枪械 专门选择貌美的单身旅客作案 这些可怜的女孩被他劫持到偏僻的野外 遭到长时间的强奸和折磨 最后才被杀害 最初的案子还要从1998年说起 定乡县属于山西省新州市下下的一个县 这是一个小小的县城 人口不过十多万人 县城地处新定盆地 土地肥沃 气候温和 是山西著名的一个风景区 在地理条件所赐 定乡县农业比较发达 粮食产量高 农民也相对富裕 在过去呢 该县大力发展 山西的工业 小小的定乡县就被选中了 成为了断压业之乡 改革开放之后 现成有很多断压的企业 1999年 一度被国家正式授予中国锻造之乡的荣誉称号 有两三万的工人 定乡县的经济还是不错的 人民呢 安居乐业 1998年6月 顶乡县 寿路乡 向阳村 却发生了一起 惊天大案 村民赵某有个12岁的女儿 叫小娟 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农村呢 这个女孩发育的比较早 小娟的外形呢 已经不是孩子了 长得很高 而且戴上胸罩 更像是一个少女了 外形是少女 心态却是一个孩子 小萱天真活泼 善良淳朴 在村里是人见人爱 这么好的孩子 却突然失踪了 赵某的父母都是农民 白天都在地里 辛劳的工作 到了晚上八九点钟 才能够回到家里 小萱乖小听话 每天奉学以后 在家中做好功课 烧好饭 等待自己的父母 17号 爸妈天黑回家 却发现小娟失踪了 家里的锅 也是冷的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全村人找了一个晚上 毫无收获 第二天一早 有人发现 村口田地里 那个挖地里 躺着一个人 大家跑过去一看 竟然 是小萱 全落的尸体 村民急忙报警 警方迅速赶到 经过尸检 小萱是被人监污之后 又活活 给掐死的 她的处女膜 有新鲜的裂痕 还发现了经验 小娟死前 曾和歹徒有过搏斗 但明显歹徒的力量更大 小女孩根本不是对手 小萱的脸上 留下了惊恐 万分的表情 可怜的孩子 也许此时 她才知道世界上还有如此的恶人呢 警方立即即行调查 根据现场种种迹象 歹徒似乎是想伪装成流窜犯作案 警方没有被迷惑 这不是流窜犯作案 歹徒对村子的情况非常熟悉 经过村长介绍 抛尸地点虽然仅靠村子 却相当的掩蔽 如果不顺悉这个村子地形的人 不可能知道这一点 那么歹徒很有可能就是村里的常住人口 奇怪的是 周边村子大姑娘小媳妇很多 走夜路的也很多 为什么歹徒会选择这个刚刚发育的小女孩呢 一种可能就是 这个歹徒可能是性无能者 或者是身体较弱的老年人 强奸可能不过就是坐几年牢 如果作案的是流窜犯 就不见得一定会被抓住 那么歹徒 为什么要选择杀人呢 唯一解释就是 小娟和歹徒是认识的 小娟不死 就很有能检举她 歹徒必须杀人灭口 基于以上的判断 警方立即对村子的男性进行调查 尤其是有前科的那些男性 这个时候警方发现这个村子比较大 人口大概有四五百人 经过反复分析 警方列出了三个嫌疑人 第一个叫做王福泉 五十岁 此人是个老光棍 也是一个村霸 这老小子呀 回老铁 可以说是劣迹斑斑 有很多盗窃 和流氓的案件 都是他做的 曾经多次被拘留 还曾被劳教教养过多年 此人经常在村子里打架 闹事 有几次他喝醉了 就光着屁股 睡在马路的中央 这种人 哪个女人敢嫁他呢 到了五十岁 这家伙还是一个老光棍 不过王福泉虽然不是好人 倒也没有调戏骚扰妇女的前科 案发当晚 有人曾经看到王福泉鬼鬼祟祟的 在村口徘徊 第二个协议人 叫做赵再新 三十岁出头 他不是这个村子的人 是一个油漆将 前一段时间 赵再新 在村子里帮助外婆修房子 他外婆就是小轩的邻居 期间 小轩家也请了 他做几天这个油漆活 小轩和赵再新 有接触的经历 根据调查 赵再新 也是一个有前科的人 1990年 赵再新 因为盗窃 摩托车被捕 判刑九年 后来因为在狱中 表现良好 多次被减刑 服刑六年之后 赵再新 就被刑脉释放了 第三个协议人 叫做赵有祥 今年五十多岁 赵有祥 倒是没有什么劣迹 还是一个老残疾军人 少了一条腿 终身被娶 之所以怀疑他呢 是因为小轩 和赵有祥的关系 特别好 小轩的父母反映 赵有祥 是看着小轩长大的 小轩喊他赵伯伯 但是这两年 赵有祥并不避讳小轩 已经长成大姑娘了 有几次赵有祥 到小轩家里 要闲菜 或者找人闲聊 小轩正在屋里洗澡呢 赵有祥 就像是没有看见一样 走进屋子 扫了一眼之后 又走出去 母亲觉得 不大退头 觉得赵有祥 这个老头子 似乎是借机窥视 让小轩 不要再和赵有祥来往 老铁 老军人也是男人呢 不能排除 因常年单身 欲望 不能发现 强奸小轩之后 灭口的可能 人命关天 况且 又是小女孩被奸杀 这个案件 迅速地引起了周边乡镇 群众的关注 客观来说 警方也非常重视 立即对三个协议人 进行审查 首先 警方排除了赵在新的协议 根据 根据走访赵在新的外婆 得知 他早在案发前三天 就做完游戏活 回到自己家中去了 走访本村 和南关村的群众表明 这三天内 赵在新 确实在南关村 做木家活 那么 赵在新 就没有 作案时间了 随后警方 又调查了 王福泉 和赵有祥 因为赵有祥 是老军人 口碑很好 不太可能作案 警方重点调查的 是王福泉 警方是在 邻村的 堵桌子上 将王福泉 抓获的 王福泉一生啊 不知道多少次 尽到我派出所了 自然 丝毫都不惊慌 审讯的时候 王福泉 满口不在乎 随口应答 哎呀 警爷 你们 真不会看人呢 四里八乡 我王福泉 也是有名有姓的 用你们的话来说 我好歹是村霸呀 打架伤人 那是家常便饭 强奸小女孩 这种缺德冒严的事 咱可干不出来 这时候民警就问了 你干不出来 你偷鸡摸狗 都进来多少次了 把派出所 当做养老院了吧 王福泉说 警官呐 偷鸡摸狗 就是弄一点小钱 谁叫我爱赌呢 至于强奸 那是下三赖干的事 这种人欠了橘子 连犯人都看不起 都是锁在尿筒上的 再说了 我也不缺钱 要女人 可以去县城找小姐 去新州也行 那里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 怎么可能 去强奸 那个小丫头骗子呢 我又没疯啊 民警说 好了 别胡说八道了 案发 当天晚上 你在干嘛 有谁能证明 王福泉说 我在家里睡觉 我是光棍啊 警官 我家就过一个人 没有人能证明 胡说 有几个人看到你 在村口乱转 问了几次呀 这王福泉呢 拒不交代 于是 哎 此人 就动行了 几个耳光扇了过去 王福泉立即软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呀 行了行了 警官警官 我我招我招 我说就是了 这小女孩 真不是我害的 我没有做爱时间 没有做爱时间 你去干嘛了 这 这我确实没干好事 我和邻村的这个丁家兄弟啊 把丁家村的一个鱼塘给偷了 捞了一晚上的王八 第二天一大早 我们把王八 到乡里也卖了 每个人分了几百块钱 然后就去赌场了 有人在傍晚看到我 那是我在村口 等丁家兄弟呢 警官 偷东西 你妈爱怎么判 怎么判 但杀人真不是我干的 你们不能栽赃我呀 根据王福权的供述 民警立即去调查了一下 果然 丁家村 一个养殖户加了甲鱼池 当晚被盗 小偷几位贪心 小偷几位贪心 几乎将池里的王八呀 全部给捞了个干净 根据现场的痕迹判断 小偷撒网 捞了很久 到第二天凌晨 这才离开 偷走了 数百只王八 警察又调查了丁家兄弟 证明王福权 当晚五点多钟 确实伙同他们哥俩 去偷王八 然后呢 又去卖鱼赌博 直到第二天下午 这才回家 根据尸检 小偷是晚上七点钟左右 遇害的 也就是说 王福权 没有作案时间 王福权 被排除之后 嫌疑就集中到了老军人 赵永祥的身上 没想到 民警第一次 传讯赵永祥 就排除了嫌疑 没什么呢 老铁 很简单 赵永祥一见到警方 立刻脱掉了他的裤子 赵永祥对着警方说 你们看看吧 我也是一个要面子的人 指下面哈 这事 连我亲哥都不知道 既然怀疑我奸杀了小娟 也就瞒不住了 民警看了过去 大吃一惊啊 咋了呀 原来呀 在战争之中 赵永祥 失去的不仅仅是一条腿 当时一发炮弹炸火来 赵永祥的右腿 还有两个小蛋蛋 哎 还有那个生命之根 全部被炸飞了 骨盆也被炸伤了 经过野战医院 几次大手术的抢救 赵永祥 暴露了性命 但是 却再也不能 成为男人了 这才是赵永祥 终身未婚的原因呢 也是他为什么 不避讳小娟洗澡的原因 他压根 就不算是一个男人呢 根据医院证明 赵永祥根本 就没有强奸的能力 那个经验 根本不可能是他留下的 这三个协议人 就都被排除了 案件陷入了死活动 98年的山西 新州这种地方啊 非常落后 还没有DNA检测一说 万一提取经验 仅仅是咽了血型而已 没有线索又如何破案呢 这个案件呢 就积压了起来 时间一年年的过去 除了小娟的家属 大部分人 都已经遗忘了这件事 可怜的小娟 是一个横死的儿童 甚至不能入葬祖坟 只能埋在村外的 乱葬岗之中啊 而这个歹徒 一度掩气息鼓 多年没有再作汗 然而 定乡县 并没有平静太久 四年后的2002年4月19号 定乡县公安局 接到家属 紧急报案 24岁的年轻女孩 赵某突然失踪 赵某 年轻漂亮 身材高挑 皮肤 白嫩细腻 是县城里的 美女老板娘 赵某是定乡县本地人 和表嫂一同经营服装店 过几天 他们要进一批货 资金不够 只得去新州市 易景厢的叔叔家 拿一些 19号的中午 赵某单独 去叔叔家 拿钱 表嫂不放心 说道 你一个人 带着钱 不安全吧 要不要我陪你去啊 赵某 却大大咧咧的说 来回也就几公里 走了多少次了 能有什么危险 你跟我去 谁看店呢 生意 还做不做了 于是赵某 离开了服装店 去县城火车站 广场 搭乘三轮摩托车 赶赴易景县 安邑村 当年的定乡县呢 有出租车 黑出租车 和三轮摩托车 这三种交通工具 出租车呢 是正规注册 受到公安局的监控 也需要交纳费用 大车费用较高 黑出租啊 不需要交纳费用 大车费用较低 但是经常会有载客的现象 乘客投诉无门 至于三轮摩托车 那压根就没有牌照 是农民自用的农用车辆 根本就不能用于营运载客 不过呀 三轮摩托车的车费低廉 还不到出租车的一半 甚至是三分之一 在县城这种地方 三轮摩托车 仍然是有生存的市场 那么美女老板娘 为什么要坐三轮摩托车呢 还不是图一点省钱吗 做生意的呀 能省一点 是一点 但是没想到 赵某一去 就没有再回来了 当晚十点钟 表嫂发现赵某 没有二十回家 非常着急 急忙打手机 没想到 赵某的手机关机了 糟了 是不是赵某带钱回来的时候 被人抢劫了呀 表嫂又打到叔叔家询问 叔叔说赵某根本就没有过来拿钱 赵某全家都急了 四处寻找 又报警 第二天 在新府区医景乡安义村附近的田地里 发现了一具惨死的 裸体女尸 经过家属辨认 这就是失踪的赵某 根据尸检 赵某是被人挟拾到田地里遇害的 奇怪的是 赵某下身赤裸 但是歹徒并没有强奸他 赵某的死因更是惊人 他是被人用钢珠枪一枪给打死的 子弹深入脑部 赵某没有被强奸 这让这起案件变得迷雾重重 如果是劫财 赵某身上就带着一些零钱 似乎不太可能 如果是试图强奸美貌的赵某 倒也符合逻辑 可是歹徒明明没有进行强奸 似乎就不是劫色了 不是劫财 也不是劫色 警方怀疑是报复杀人 杀人之后 赵某的仇人故意脱下他的裤子 伪装成奸杀案的现场 于是警方开始排查赵某的社会关系 美女的是非自然比较多 赵某年轻貌美 有好几个小伙子追求他 其中有几个小伙被拒绝之后 曾经表示不满 甚至扬言要教训他 警方将这几个小伙一网打尽 挨个审讯 遗憾的是 神来神去 反复调查 都没有发现这群小伙儿有任何的疑点 于是赵某被奸杀案件又陷入了僵局 老铁啊 之前和大家说了 这个定乡线呢 并不大 以县政府和火车站为中心 一共只有四五条街道 比较热闹 横穿整个县城 不过三公里左右 这么小的地方 却其二连三的发行 恶性的杀人案 这如何了得呀 三天之后 有人在偏僻 公路边的一个深沟里 发现了陈某的尸体 陈某的下身 也是赤裸的 却并没有被枪奸的迹象 他仍然是被用钢珠枪 打中头部 不幸遇害 陈某的财物并没有丢失 自行车也没有被骑走 人也没有被监污 现场有三轮摩托车的痕迹 但是这里是公路 这些痕迹 也不能说明什么 没有被重视 警方仍然判断 这是报复杀人 歹徒持有钢珠枪 可能和赵某陈某 都有矛盾 在这个主导思想下 县民警开始排查 陈某和赵某 共同的社会关系 没想到县城虽小 安静内向的陈某 和活泼外向的赵某 却并不认识 根本就没有社会交集 反复排查都看不出 谁同时会和两个女孩都有仇 案子仍然没有丝毫的进展 就在警方焦头烂额之时 竟然又发生了一起新的奸杀案 陈某遇害仅仅两个月之后 12月11日 县城18岁的女大学生刘某失踪了 刘某是刚刚放寒假的大学生 青春活泼 从县城公交车站下车之后 刘某去搭乘三轮摩托车 去乡下的老家 就此不见了踪影 顶湘县警方判断又是刚驻枪杀人案 在全县到处寻找尸体 却都没有找到 一周之后 在临县五台县济盛桥下 发现了刘某的尸体 刘某同样下身赤裸 被人用钢珠枪打死 但是这一次 歹徒对刘某失势了枪奸 由此 这推翻了警方之前所有的推轮了 歹徒显然并不是报复杀人 而是急色 之前对赵某陈某扒光了衣服 却并没有实施强奸 但是警方判断是仇杀 只是伪装为奸杀现场 现在看来 并非歹徒不想劫色 很可能是他的性功能出现了问题 这次歹徒强奸杀害了女大学生刘某 说明什么呢 歹徒就是劫色的恶魔 他可能和所有的被害女性全都不认识 那么警方排查这些受害者的社会关系 自然就不会有任何收获 连案件的性质都搞错了 那还怎么破案呢 一年三起强奸杀人案 对于小小的定乡线来说 可谓是原子弹爆炸一般 客观来说线索有不少 可是县城的民警 又有多少的破案能力呢 连个正儿八经的法医都没有啊 另外歹徒 似乎有一定的反正常经验 现场没有留下指纹 足迹也没有任何目击者 如果这几个女孩不被杀 多少还能提供一些线索 但现在没有一个活口 线索也就没有了 这边警方成立了定乡线 系列监杀案件专案组 投入大量警力 希望能尽快破案 遗憾的是 案件仍然迟迟 没有进产 好在第二年2003年全年和2004年11月之前 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歹徒并没有作案 这多少让警方缓了一口气 就在警方祈祷歹徒不要再作案的时候 这家伙却做了一个更大的案子 2004年11月25号的晚上 定乡线23岁的女孩赵某 返回南王乡刘回村 再次失踪 和之前几个女孩不同 这个赵某在定乡线有一定的名气 她是县里的一枝花 身高一米七 性感妩媚 前途后翘 魔鬼身材的赵某 在县城加美超市 做推销化妆品的工作 平时打扮的 很是时髦 美女到哪里都是焦点 几乎半个县城的老百姓 都认识这个赵某 就这样一个小有名气的美女 也是搭车以后 莫名的失踪了 警方四处寻找 直到十天之后 才在河坝的一个桥洞里 发现了已经腐烂的赵某的尸体 尸体几乎全裸 胸部和背部被刺了十几刀 几乎刀刀致命 实践表明 赵某生前曾经遭到了殴打 两次被枪奸 根据歹徒下手狠毒的情况 警方又开始认为是报复杀人 满兴的是老铁 这一次有了更上道的法医了 案件影响太大了 山西省公安厅排了法医 进行第二次尸检 尸检表明 赵某确实被两次枪奸 最后被掐死 但是殴打和刀伤 均是赵某死后的行为 换句话说 老铁 歹徒是故意对尸体进行毁伤 以造出仇杀的现场误导警方 看来歹徒作案 颇有经验 是一个狡猾的冠犯 根据DNA的检测 歹徒正式之前 奸杀其他大学生 刘某的恶魔 歹徒作案手法老铁 除了经验以外 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自然 现场仍然留下了三轮摩托车的车轮印 只是仍然没有被重视 农村嘛 到处都是三轮摩托车车车车有什么稀奇呢 定乡警方全力侦破这起案件的同时 歹徒再次销声匿迹了一年多的时间 警方刚松了一口气 2006年2月7日又有更大的案件发生了 人民解放军空军定乡军用机场的负责人 紧急向警方打来求助电话 机场某军官的妹妹张某 赶来定乡线探亲 突然失踪 张某年仅19岁 也是一个青春美丽的姑娘 女孩子单身出门 不太放心 张某的哥哥特别让老乡占有 将妹妹一子从老家送到新州市 占有就在新州市服役 并不是在定乡线 将张某送上了赶赴定乡线的公交车 又嘱咐下车 就要打电话 让哥哥来接之后 战友这才离开 没想到啊 懂事善良的张某 不愿意耽误哥哥繁忙的工作 决定不让哥哥来接 而是自己去机场 少女涉事不深 她认为下了公交车以后 随便打个车 半个小时就可以到机场了 青天白日之下 应该没有什么危险 没想到张某的哥哥 却再有没有见到过自己的妹妹了 这次案件涉及到军人家属 又比普通的杀人案更为严重了 接二连三的奸杀案 搞得坐不宁的定乡线警方 只能全体上街四处调查 张某非常漂亮 也人重目 公交车的女售票员 对她有深刻的印象 一眼就认出了张某的照片 女售票员回忆说 这个姑娘眼睛很大 梳了一个马尾辫 很清纯的样子 她说一口外地普通话 向女售票员详细询问了 怎么去机场 又闲聊了一会儿 女售票员告诉她 可以打车 或者乘坐三轮摩托车 后者要便宜一些 但是不太安全 公交车到了底站 也就是定乡线的火车站 这姑娘就下车了 这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女孩 下车前还特别的 对女售票员说了谢谢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但是警方基本肯定 张某已经遇害 果然在机场附近的一条山路之上 民警发现了张某的提包 内衣内裤等物品 尸体则不知去向 又寻找了多日 警方终于在洪道镇北社村 南面煤厂的小空房里 发现了张某尸体 张某仍然是被人强奸之后 活活掐死 张某死前和歹徒进行过疏死拨动 导致两个手指折断 仍然难逃厄运 花季少女就这样惨死 得知张某遇害之后 张某的哥哥悲痛万分 不能工作 机场方面也相当的恼怒 军方对地方施压 要求尽快侦破 杀害军属案件 遗憾的是啊 老铁呀 无能就是无能 案件仍然迟迟不能侦破 直到一年半后的2007年的8月18日 案情才有所转机 为什么呢 不是警方突然能力增强 而是出现了一个活口 8月18号晚上 大约9点钟 南王江 刘辉村外两公里的玉米地边 有一个72岁老大爷呀 独居在鱼塘的小屋里 老大爷帮着儿子照看着鱼塘 这几个月呀 和儿子轮流住在小屋里 老人睡眠不好 睡梦之中 突然听到远处 有女人尖锐的呼救声 三年前的2004年 老人所在的南王乡 刘辉村就出了大事 大美女蓝某被歹徒歼杀 民警曾经来到村子里反复调查 村民多少有了一些警觉 听到惨烈的呼救声之后 大爷立即知道出事了 他操起一把铁锹 冲出了屋子 几十米外的玉米地里 一片混乱 似乎发生过搏动 大爷警惕地走了十几步 突然发现本村二十岁的女孩梁某 倒在地上 梁某全身几乎一丝不挂 连鞋子都没有穿 满头是血 看起来受了重伤 看到本村大爷之后 梁某再也支撑不住 一下子就昏死了过去 大爷急忙 将梁某背回了村中 村民立即用车 将他送到县医院抢救 伤情严重 县医院不敢收 又立即转到新州医院 到了新州大医院 梁某已经陷入昏迷之中 呼吸微弱 随时可能断气 此时警方专案组 也赶到了医院 这一系列案件 已经成为震惊 山西的特大连环 强奸杀人案 长达五年 不能侦破 现在好不容易 有了一个活口 怎么也要救活他呀 新州警方 安排了全市最好的医生 为梁某进行了 紧急的开颅手术 根据医生的描述 歹徒下手极为狠毒 梁某是被用锤子一类的 钝器 连续重击后脑 四五下 造成严重的脑外伤 颅骨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骨折 如果换成中老年人 这种伤情早就一命呜呼了 梁某 受伤也是非常沉重 手术后一周 这才可以说话 因为脑部有损伤和受精过度 梁某的思维混乱 说话前言不大后语 经过警方反复询问 梁某终于回忆起了当时的情况 当天晚上八点钟 在县城农行工作的梁某 准备回老家 南王乡 刘徽村 回农村无非就是大车 或者是乘坐三轮摩托车 梁某是刘徽村人 而三年前同村的美女兰某 被人奸杀 房间传说 可能就是开三轮车的 梁某没有敢打摩托车 而是拦下了一辆昌和面包车 当然这个车是个黑车 开车的司机是个小胡子 大概三十多岁 个子很矮 其貌不扬 操着一口定香的方言 见司机又矮又挫 身高一米七的梁某 并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危险 谈好了价格事后 面包车飞速的开往了刘徽村 刘徽村较为偏僻 通村土路一到晚上 就几乎没有什么车辆经过 面包车开到了一条小土路上 突然停车 梁某正要询问 没什么停车 发现司机拔出一只钢猪枪 对准了他 梁某大惊失色 大声问道 你干什么 司机吟笑着说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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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要干什么 梁某说 大哥 你要钱的话 我全都给你 钱 我不要 我就要你的人 大哥 求求你放过我 我才二十岁 还没有结婚呢 司机胸向闭露 少废话 把衣服给我脱了 不然我杀了你 梁某一面苦苦求饶 一面四面观察 太倒霉了 这条土路在夜晚 根本就不会有人经过 梁某无论是呼救 还是跳车逃走 肯定都难逃 这个司机的魔爪 司机见到梁某 在拖延 用钢珠枪 指着他的额头说 拖不拖 我告诉你 定枪那个杀人色魔 就是我 我都杀了好几个了 你不拖 我马上就打死你 到了这个地步 已经没有周旋的余地了 梁某如果不屈服 当场就会被打死 无奈指下 梁某只好放弃了抵抗 遭受到了司机的引入 发现完了淫运时候 司机继续开车前进 但却不是赶往刘徽村 被监污的梁某痛苦万分 但是他头脑 还是十分的清楚 歹徒既然是那个奸杀狂 又被梁某看到了样子 他想到不可能会随便的放过自己的 歹徒很可能会将他拉到便于抛尸的地方 然后进行杀害 换句话说 面包车正在拉着梁某 驶向鬼门关 到了这个地步 梁某一定要设法自救 咱们也要世上一世 横叔失败了 也不过就是个死 梁某一面装作求饶 一面死死的盯住窗外 寻找行人或者路过的车辆 这边歹徒也大意了 见到梁某几乎没有抵抗 只是一味的顺从 歹徒认为 这是一个没用的女孩 早就被吓傻了 歹徒并没有将梁某捆绑 也没有堵住她的嘴 甚至连车门车窗都没有上锁 面包车怪过了一个弯 梁某突然发现 远处玉米地深处 有一个小屋 亮着灯 这恐怕是唯一可以逃生的机会了 不能再犹豫了 于是梁某不顾自己全身赤裸 猛地拉开车门 跳了下去 车速很快 梁某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受了轻伤 生死就悬于一线 他不顾自己受伤 甚至连鞋子都没穿 爬起来撒腿就跑 大声呼救 梁某的跳车和呼救 把歹徒吓了一大跳 慌乱之间 歹徒操起钢珠枪 和一把木匠锤 就追了过去 由于过于紧张 歹徒下车的时候 无意中扣到了 钢珠枪的扳机 砰的一声 枪支走火了 当然了 各位老提 钢珠枪的枪声很小 他不是怕被人听到 但是这种枪 只能单发射击 重新装弹 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无奈之下 歹徒将钢珠枪丢在车上 拿着锤子 就追了上去 梁某 向玉米地的小屋 飞奔过去 歹徒拼命去追 两人一路狂奔 抛出了几百米 歹徒这才追上梁某 一锤子 就将梁某 砸倒在地 随后 歹徒 举起锤子 对着梁某的后脑 连续砸了四五下 将梁某砸昏 歹徒 正准备要多砸几下 将梁某彻底砸死 突然发现远处 那个小屋的房门打开了 一个高高的人影 拿着一件什么长武器 跑出来 老天爷 郑作菲 坐贼心虚 歹徒 哪里想得到 这出来的 是一个七十多岁的高龄的老人的 害怕被人发现 歹徒扭头就跑 驾车迅速离开 由此梁某捡了一条性命 根据梁某其身体内采取的经验分析 歹徒就是定乡线的连续尖杀狂魔 巴掌大的定乡线 一共只有十几万人口 现在知道歹徒是个司机 是当地人 有了经验证据 又有了活口 还破不了岸吗 但是梁某回忆事情的经过 因为受伤严重 却记错了一些事情 他说作案呢 是在一个红色的面包车里 但实际上 面包车是斗青色的 他对案犯的相貌描述 有很大出入 导致模拟画像和本人区别很大 于是 网站自然是破不了了 仅仅四个月之后 2007年12月 定乡线25岁的女孩 魏某又被这个奸化给奸杀了 专案组追查到2008年6月 又是半年时间过去 毫无收获 至此 改途已经在定乡县 作案七七 时间长达五年之久 看起来 这个家伙 不会主动的停止奸杀 除非被抓住 虽然警方封锁消息 但是 这么小的地方 哪里能够藏住什么秘密呢 一时之间 定乡线四处流传 有个奸杀狂魔 房间传说 这个狂魔 专门奸杀 穿高跟鞋的女孩 一时之间 县城里再也没有女孩 敢穿高跟鞋 商场超市里的高跟鞋 全部滞销 最后有传说 狂魔 专门奸杀 穿着时髦性感的小姑娘 一时之间 年轻女孩 纷纷脱下好看的衣服 尽量打扮的土气 一些女孩 甚至穿起了 他们妈妈的衣服 最为夸张的是 有谣传 奸杀狂魔 专门奸杀 下雨天打伞的女孩 一时之间 就算是下暴雨 女孩们宁愿被临城 落汤机 也绝对不打伞了 总之啊 种种谣传 甚嚣沉上 至此 山西省公安厅 彻底失去耐心 限定专案组 限期破案 万般无奈身下 丁湘县的民警取消了所有的休假 全部上街 排查所有可疑的车辆 排查工作 持续了一个月 仍然是毫无线索 限期破案 就快要到了 专案组上下 压力巨大 7月3号 凌晨 一点半左右 定乡县公安局 进昌镇派出所 三个民警呢 例行在街上巡逻 走到县城 公共汽车站的附近 民警们发现一个面包车的司机 在搭讪一个女青年 司机呢 让这个女青年上车 说可以低价送她 县城 都是一个大城市 深更半夜 哪有什么打车的呀 什么司机会这点小钱 晚上还出车呢 民警们立即围上去盘查 司机发现 民警拦住了他的车 顿时有些紧张 民警发现 这个司机 是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人 矮矮胖胖 其貌不扬 头发有些自来卷 留着八字胡 哎 小胡子 幸存者良某 不是说 那个歹徒 留着小胡子吗 这家伙 会不会 就是这个系列奸杀的恶魔呢 民警说道 洗活 下来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在拉客 司机 尽量稳定出情绪 说道 民警同志 现在生意不好做呀 只能晚上也出车 把你的驾驶证 和行车证 出事以下 司机无奈 慢慢的掏出证件 民警 仔细检查 立即 发现了问题 驾驶证上的刚硬模糊 纸张粗糙 明显 是个假证 再看司机 刺客司机 虽然装作镇定 但是头上 已经出汗了 民警问道 你这个证 有问题 你双手 抱头 蹲下 小李小王 你们两个人看着他 我来检查一下车辆 矮胖的司机 被两个高大的民警夹着 不敢抵抗 也无法抵抗 只能乖乖的蹲下 这个民警 开始检查这辆面包车 很快就发现 后座下面 有一个塑料编制袋 民警摸上去 里面硬邦邦的 似乎是两个管状物 打开一看 赫然 是两只 自制的钢猪箱 民警说道 好你个狗日子 小李小王 把这家伙给我靠了 听到这句话 司机吓得浑身一抖 似乎想要抵抗 或者逃跑 白徒毕竟四十多岁了 哪里有两个年轻民警反应快 一个民警抬起脚 就将这个家伙踢翻在地 两个人合力 将他按住 戴上手铐 司机被押送到了公安局 连夜进行审讯 公安局的老民警 很快认出来了 这个人 很眼熟 这个人 是赵再新 也就是1998年 12岁女孩 被奸杀案的 嫌疑人之一 在那个案子之中 因为赵再新 有不在场的证明 被排除嫌疑 赵再新这家伙 倒是很硬 无论警方如何询问 他始终不交代 只说自己是军迷 喜欢枪 所以私下造了两支 我操老铁呀 不要侮辱那军迷啊 警方又不是弱智 自然不会相信他的鬼话 民警们 一面对赵再新 抽血 进行DNA检测 一面对他的家 进行搜查 DNA检测 要送到太原之后 二十个小时 才会有结果 要耐心的等待 而对赵再新 家中的搜查 警方有了 重大的收获 面对民警 赵再新 老实芭蕉的妻子 浑身吓得直发抖 语无伦次 妻子结结巴巴的 告诉民警 赵再新 有一个做木匠活的小屋 不准他和孩子进去 有一次 儿子偷偷 溜进去玩 被赵再新发现 痛揍了一顿 打得住进了医院 民警们 立即用撬棍 撬开门锁 冲入 这种木匠小屋 眼前的一切 让他们震惊无比 这里面几乎是一个军火库 放置着两支自制的钢中枪 雷管20枚 炸药3公斤 导火索20米 以及大量的自制子弹 以及火药 根据弹道鉴定 其中一支枪 就是之前杀害多名女性的 那把凶器 另外又被发现 被拆散的老式手枪三支 这三支手枪是2002年7月11号 西河头地道站展览馆 失窃的枪支 这边DNA检测 也有了结果 和受害女性体内的经验 对比一致 现在所有证据 完全可以证明 赵再新 就是连环奸杀恶魔 文多几件 警方带着幸存者梁某 进行辨认 梁某战战兢兢的看了几眼 立刻认出 赵再新 就是那个小胡子司机 证据确凿 还如何抵赖 于是30个小时之后 也就是7月4号的中午 赵再新 放弃抵抗 承认了自己 就是定乡线 系列奸杀恶魔 赵再新 1967年 出生在定乡县 寿乳乡 向阳村 普通的农民家 赵家的孩子很多 并不富裕 即便如此 赵再新的父亲呢 还是比较重视 孩子教育的 在父亲的督促之下 赵再新 读完了初中 赵再新是一个恶魔 也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人 他的成绩平平 却颇有一些艺术天赋 初中毕业之后 赵再新对高考啊 没什么兴趣 去报了太原的美术学校 因基础课的分数不够 赵再新并没有考上 从此之后 赵再新 无心继续读书 开始进入社会讨生活 他拜了当地的一个师傅 学会了一手精湛的木匠手艺 在学木匠活的同时 赵再新也学会了游七的手艺 起先 师傅发现 赵再新这个人 平时沉默寡言 似乎很老实 其实做事偏激 很吓人 赵再新天生冲动 喜欢走极端 骨子里还十分凶恶 学游七手艺师 一次赵再新 引七毛蒜皮小事 和师兄吵架 赵再新不在里 说不过师兄 竟然将一桶油七 从师兄的头上 浇了下去 差点把师兄的双眼 给弄下 师傅认为赵再新 这个人呢 太危险了 迟早会出事啊 按理说 油七将加木将 赵再新自己吃饭 应该没问题 只是赵再新 自视甚高 认为他不是普通的老百姓 1988年 21岁的赵再新 和邻村的一个女孩 结了婚 妻子文化程度不高 长相平平 但是身体粗壮 吃苦耐劳 1990年 妻子生了一个儿子 23岁的赵再新 大起过旺 但是农村条件太差了 赵再新呢 就想在县城里 买一个新房子 让儿子有更好的生活条件 但是 愿望虽好 毕竟 不切合实际 属于好高 无远 没有钱买房子 靠做工 还需要几年时间 赵再新 不耐烦 多等了 人 想要钱 又急躁 就很容易 动歪脑筋 赵再新 开始盗窃 在县城 透了三辆摩托车 老铁啊 在九十年代呀 摩托车就相当于今天的汽车呀 三辆摩托车价格不菲呀 小赃的时候 毫无经验的赵再新 被警方抓获 因盗窃价值巨大 赵再新被判处 九年有期徒刑 服刑期间赵再新 表现似乎不错 做了大量的木匠活 手艺精湛 获得了预警的赞赏 监狱方面 认为赵再新 急急改造 给他连续减刑三次 共减刑三年 不过呀 监狱的御友 可不这么看呢 监狱御友 老谢 多年后啊 接受采访 这么说 赵再新那小子 是个疯子呀 在号子里 没有人敢惹他呀 说实在的 那几号子里的人 哪个是好惹的呀 什么打架 抢劫 甚至杀人放火 都不稀奇呀 不过 再不怕死的人呢 也怕疯子呀 我和赵再新 在一个号子里 过了两年 对他很了解 有一次 大家 大拍赌香烟 有一个定香的小会会 出老千 我们发现以后啊 他还出言不逊 先动手打人 其他人忍不得 就连手把他揍了一顿 这根本就不和 这个赵再新有关系 但是 这个赵再新呢 却觉得我们 打了他的老乡 是不给他面子 就要报复我们 记者就问了 那他是怎么做的呢 老谢说 我们晚上睡着之后啊 他用那个铁脸盆啊 挨个砸我们脑袋 砸晕了我们三四个人 我们都住了院 我呀 被砸的这个 炉内出血 养了好几个月 才恢复 这种事本来要加刑 监狱忽短 说他表现良好 是一时冲动 让他当众 做个检查就算了 按常理说呀 你说赵再新 是不是应该 感激监狱才对呀 结果啊 你猜怎么着 他不愿意当众做检查 他绝对丢了面子 他当着狱警的面 赵再新 用做木工的斧头 一下子 把左手中指 第二届 咔嚓给堕下来了 他说让他做检查 他就去死 狱警 见他自残 吓他半死 就没敢让他去做检查了 这件事以后啊 大家都知道 这个赵再新 他们是个疯子 什么事做得出来 没有人再敢招惹他了呀 赵再新在1996年6月提前出狱 前后坐了六年牢 回到定乡县老家 赵再新发现他仍然 还有一个家 一般的农村妇女呀 刚刚生育时候 丈夫被捕 早就离婚 将孩子也丢下了 跑到没影子了 但是赵再新的妻子啊 很实在 含辛茹苦的 打工养着孩子 等待着赵再新 出狱回家 换成一般的男人 老铁 肯定得对老婆 感激涕零 对吧 但是赵再新 却不同了 偏执的赵再新 认为呀 老婆等他六年 不合乎常理 他就四处打听 结果啊 赵再新听说老婆 曾经和一个表弟 经常来往 立即认为他老婆偷人了 其实啊 这个表弟才十六七岁 怎么可能和他老婆 有什么关系呢 赵再新却不管 痛打了老婆一顿 摔门而出 去了太原 在太原 赵再新 摆了四个月的地摊 贩卖假香烟 太原黑社会众多 做这种生意 一定要关系 其间呢 小流氓 不断来骚扰 生意做不些去了 赵再新 只能收摊 回到老家 后大的妻子呀 并没有计较 赵再新的暴力 仍然和他一起过日子 赵再新带着老婆孩子 在县城南 租了一个房子居住 以油漆匠和木匠为生 不管怎么说 赵再新 还是个有家 有老婆孩子 可以踏踏实实过好日子了 这期间 赵再新突然 发现了一件事 自己扬伪了 他根本无法和妻子 过正常性生活 妻子没有责怪他 赵再新 却陷入了极大的自卑之中 赵再新认为自己混得差 不说 现在连个男人都做不了了 对妻子的仇恨 对自己不举的自卑和烦躁 对社会地位低下的不满 还有长期禁欲 导致的极度饥渴 让本来就有一些疯癫的赵再新 变得更加极端 变态了 出于后两年 也就是98年 赵再新帮助外婆修心房 来到了寿路乡 向阳村 期间 赵再新和邻居家的12岁小女孩 而小娟多次接触 赵再新有阳尾的问题 对于成年女人 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 但是小娟软弱幼稚 却引起了赵再新 变态的性欲望 帮助外婆修好新房以后三天 也就是8月30号 已经回家的赵再新 发现了一件重要的工具 当晚6点左右 赵再新赶到外婆家找工具 紧存以后 赵再新并没有遇到其他人 路过小娟家的围墙之外 赵再新 却发现只有小娟一个人 在家中 只穿着背心和短裤 他见到周围 没有其他人 赵再新 突然迸发恶念 跳入院子 将小娟打晕之后 强奸 发现完授予之后 赵再新 冷静下来 却感到极大的恐惧 在当年 老铁 强奸罪要判刑10年 小娟认识他 一定会报案 这样一来 赵再新 又要回到监狱 蹲上10年 赵再新 上一次入狱6年 那简直是生不如死 他不愿意再一次 坐牢了 一不做 二不休 赵再新干脆 将昏迷的小娟 活活掐死 然后扛出村子 丢在村外 做出可能是流窜犯 作案的假象 赵再新呢 杀了那么多的人里呀 唯一有些内疚的 就是对孝娟 他觉得孝娟 很可爱 很天真 自己奸杀他 实属禽兽不如 杀了小娟以后 警方一度将赵再新 列为嫌疑人 赵再新作案期间 没有人看到 包括外婆在内 所有人都以为 他三天前就回县城了 有不在场的证明 没有被当作凶手 赵再新被吓得不轻 之后长达四年的时间 并没有作案 这四年时间 赵再新过得可并不好啊 他的性格偏激 经常和顾客抬杠 甚至是吵架 渐渐的没人敢上门 木匠和油漆匠的生意 越来越差了 无奈之下 赵再新只得驾驶 自己的红色三轮摩托车 兼致拉客 贴护家用 2002年4月19号 赵再新 拉上了24岁的服装店 女老板赵某 赵某年轻貌美 打扮又比较性感 让赵再新不觉躁动起来 赵某说 去一景乡安逸村 赵再新开价15块钱 赵某只肯给5块钱 连日生意不好啊 赵再新只能同意了 车子很快就到了安逸村 赵再新希望赵某家5块 但是赵某不同意 还讽刺了一句 抬好的价格 现在又反悔 你这不是敲诈吗 耍流氓啊 赵再新恼羞成怒 一笑就将赵某踹下车去 用自制的钢筑枪指着他 试图强奸 但是面对24岁的成熟女人赵某 赵再新再次不举 没有能完成强奸 愤怒之下 赵再新用自制的钢筑枪 顶着赵某的头 将他活活打死 抛尸野地 杀死赵某 赵再新感到了一种很大的满足感 他是一个变态 仇恨妻子 仇恨女人 仇恨所有人 时刻想要报复 现实之中 赵再新是社会底层 又离不开妻子 根本就没有办法报复 现在通过奸杀美女的手段 赵再新报复了女人 他感到很满足 有了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于是他开始了职业犯罪的生涯 也开始准备枪械了 7月11号 他盗窃了西河头地道站 展览馆的三支老式手枪 这家伙呀 心灵手巧 将手枪拆线来学习 然后改进了自己的钢筑枪 又多造了几支 后来 因为经济状况好转 和作案太多 赵再新卖掉了红色的三轮摩托车 改用一辆昌和面包车拉克和作案 随后五年的时间内 赵再新疯狂作案七起 奸杀六人 只有梁某一人被枪奸之后 身负重伤 靠自救 这才逃脱 在十年之内 赵再新在巴掌大的丁湘县 做了八起杀人案 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别的不说 活口梁某已经说了歹徒驾驶一辆面包车 那我想问呢 小小的县城 能有多少辆面包车 把所有司机挨个让梁某辨认 很困难吗 就算认不出 全部做一下DNA检测 又能花多少钱呢 讽刺的是 正是因为警方的能力不足 才使得赵再新得以落网 在受害者梁某逃生以后 赵再新似乎应该立即跑路 不然形同找死 可是赵再新对丁湘县的警方极为蔑视 认为他们除了抓线刑 根本就破不了案 老铁呀 上得山多忠于虎 赵再新在弹丸之地顶峰作案 甚至是带着枪到处乱跑 最终真的就被抓了现行 更为可怕的是啊 被捕后的赵再新交代呀 说他已经对奸杀女人失去了兴趣 这样的报复不够刺激 他改造了枪支 是准备用枪做大案 盗起了雷管酒煤 炸药3.05公斤 导火索一余米 是准备炸毁定乡县 移出政府大楼 彻底将事情闹大 满幸的是 赵再新觉得三公斤的炸药太少 还需要多偷一些 才暂时没有作案 奇怪的是啊 赵再新的这个案件审判时期 非常的长 直到六年后 2014年8月20日 赵再新才被执行死刑 一般来说呀 只有部分案情 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 才会拖延这么久 一种说法是 赵再新设计的九起案件之中 有三起证据不足 有让他背黑锅的嫌疑 这系列案件之中 除了第一起 12岁的小娟被奸杀以外 其余的七名受害女孩 均是单独乘坐赵再新的黑车之后遇害 需要说明的是 定乡线并非没有正规出租车 受害女孩均是图便宜 坐了赵再新的黑车 所以不是说正规出租车就不会出事 毕竟有名有姓的司机会有很大顾虑 出事几率会低得很 同时赵再新 在作案前 均会借口抄近道 将车子开到偏僻的地方作案 受害者 除了机场军官的妹妹以外 均是定乡线的本地人 熟知道路 本来应该有所警觉 车还在大路上的时候 如果女孩们坚决制止赵再新超近道 或者及时要求停车 必要时候甚至不惜跳车 或者高声呼启 赵是不敢下手的 遗憾的是 这些20岁左右 年轻美貌的女孩 有的还是智商较高的女大学生 见多识广的女老板 银行工作人员等等 却毫无警惕意识 最终无幸遇害 客观来说 赵再新作案手段并不高明 却连杀了这么多人 嚣张十年之久 除了警方办案不利以外 女孩们没有自救 导致全部遇害 也是不能破案的 重要原因 赵再新回忆 杀害几个女孩之前 也曾多次遭遇路人的路过的车辆 如果女孩护救 不是没有逃生的可能 可惜女孩们都被吓破了胆 根本就没有任何主动自救的行为 唯一幸存的梁某 完全是依靠冷静和判断 才自救成功 她始终沉着的同赵再新周旋以保命 一旦有机会梁某立即拼死逃命 才得以幸存 老铁们 单身女孩出门 总是有一定危险的 但只要女孩身边随便有个男性 哪怕是女性同伴 赵再新 也绝对不敢下手 老铁呀 这个世界可没那么安全 中国没那么安全 至少没有新闻联播里那么安全 今晚